今年10月份 iPhone 12系列和華為Mate 40系列旗艦先後發布 作為業界最受關注的兩大旗艦 iPhone 12系列與華為Mate 40系列的直接對決 成為了消費者津津樂道的話題 下面我們來看一下iPhone 12 Pro 和華為Mate 40 Pro兩款手機的內部拆機對比 影片開始之前 我們先來看看二者的跑分成績 目前有網友分別放出iPhone 12 Pro 和華為Mate 40 Pro的安徒兔跑分成績 iPhone 12 Pro跑分成績超過了58萬分 華為Mate 40 Pro的跑分超過了56萬跑分 不難看得出來 芯片性能方面蘋果永遠是一方老大 但華為也不弱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拆機內部 拆機iPhone 12 Pro內部後 Pro與iPhone 12相比iPhone 12 Pro 最大的升級式影像 該機後製相同三個 1200萬像素鏡頭 同時加入了激光雷達 而iPhone 12僅配備 1200萬主攝加1200萬超廣角雙攝像頭 同時Pro系列據說傳感器之寸也更大了 與iPhone 12相比iPhone 12 Pro 除了多了一顆長焦鏡頭之外 還新增了激光雷達傳感器 它是一種新型的深度感應 可以在許多有趣的方式上有所作為 據了解 採用這種激光雷達技術的智能手機 以一陣紅味洩點的形式發出光媒充播 並可以利用其傳感器的測量每個媒充 從而創建出可繪製距離的疊場 並可以網格化空間及內部對象之充 具體到使用場景上 蘋果承諾iPhone 12 Pro用有更好的熱光聚焦 在熱光強制下的速度可提高6倍 極光雷達深度感應 也可以用於改善業界人像模式效果 說到iPhone 12 Pro 再來看一下華為Mate 40 Pro的內部結構 拆下背殼後 映入眼簾的是華為Mate 40 Pro的無線充電線圈 Mate 40 Pro Plus更是支持50W的無線充電 是迄今為止無線充電速度最快的華為手機 在無線充電線圈下可以看到 華為Mate 40 Pro的電池與主板之間有兩條連接線 據悉華為Mate 40 Pro首次支持了66W的有線快充 同樣是迄今為止華為設備充電中最快的手機 再來看一下電池容量對比 華為Mate 40 Pro的電池容量為4400mAh iPhone 12 Pro的電池容量為2815mAh 最後對比iPhone 12 Pro的A14 和華為Mate 40 Pro的麒麟9000芯片 兩者都是5nm工藝製程 但是華為Mate 40 Pro搭載的麒麟9000芯片 集成了5G基帶 是頁鍵第一款5nm集成式的5G芯片 而A14芯片雖然也是5nm製程 但是它需要未掛高通驍龍S555G基帶 才能實現5G網絡連接 最後值得注意的是 集成在芯片內部的5G調製解調器 在符合以往認知的 低功耗低發熱屬性的同時 華為Mate 40 Pro還在現網速測試中 獲得了遠遠超過競品的分子表現 更重要的是 得益於5nm工藝製程 麒麟9000芯片集成了153億顆晶體管 前比i144仿生多出了30% 好了今天的內容就這麼多 歡迎關注點贊和留言互動 下期內容我們再見